Hello大家好,我是小菜,文庙也叫孔庙,很多朋友都知道,那是中国古代祭祀孔老父子的地方 在文庙内有四颗古银杏树,分别是福姓、树姓、三元姓、年龄姓 个度最大的是年龄姓,年龄最大的是树姓 与文庙大殿,孔圣人像集合在一起,古一盎然,令人顿生崇敬之意 古老的银杏搭配古老的庙宇,再加上古老的故事 观赏银杏的意境就更加的深远了 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,面宽期间近深六间,约600平方米 共有50关金丝楠木柱的支撑,在全国艺术罕见,可称为天下奇观 它的两架结构,斗拱、赤尾等,建造的都异常的美观 虽然被明代修过,但保留了有宋代建筑的风格 里面都是保存了非常完整的金丝楠木,现在的市场价值是居高的 台边边都是刷过了个经期,制作工艺精美 目前大成殿是苏州城里面保存最完整,本级最高的古建筑 1961年被列为,也就是阿尼,01年啊 然后才开始公布,被列为首批权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边了,欢迎大家转发收传朋友观众 爱你们,妈妈哒